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山 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 看大侠 这里的人用动感 无视如画的绝美风景互动 跟着当地人的欢呼 领域这里的足球精神 来 走 好 这里是杀人湖 也是捕鱼的好去处 跟着我们的步伐 一起走一趟 激进之旅 现在是埃塞尔比亚时间晚上10点45分 然后现在我们要前往旺达的首都基加利 结束了埃塞尔比亚的旅程 激进之旅继续探索神秘的非洲大陆 这次要出发前往的地点 正是非洲中东部的国家卢旺达 卢旺达位于东非高原上 全境多山 素有千秋之国的美誉 火山 山地雨林和广阔的平原 孕育着令人称奇的野生动物 温和的气候加上爽心悦目的自然景色 卢旺达也逐渐成为游客秘蜀的首选 我今天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 非常地好 搭了三个小时的飞机 从埃塞尔比亚来到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 接近于正中央的首都基加利 是卢旺达最大的城市 在德署东非和比利时统治时期 基加利是该区域的贸易中心 自1962年独立以来 基加利一直是卢旺达的首都 不过卢旺达今日的繁荣景象 对很多人来说或许很陌生 因为许多人对卢旺达的记忆 仍停留在1994年 我对卢旺达最大的印象就是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我记得那时我还在小学看到电视 一直都在播这个新闻 觉得怎么会有一个地方 这么惨无人到呢 1994年的种族大屠杀 对现在的卢旺达来说 仍然是一个忌讳的话题 但为了更了解现在的卢旺达 我现在来到了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 那在这边我约了一个朋友 他可以告诉我更多有关这边的历史 Nikolas 是的 是的 Mul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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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卢旺达发生了种族灭绝事件 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 就是为了悼念这个悲惨的历史事件而设立的 超过25万名受害者就被埋葬在这里 1916年 在比利时统治下 卢旺达主要由三个民族构成 胡图族 图西族和特瓦族 少数民族图西族统治着 占约人口80%的胡图族 比利时殖民统治结束后 政权交还给了占多数人口的 胡图族 在1962年 卢旺达独立后 政府却未能妥善处理 民族之间的对立问题 1994年4月 当时的卢旺达总统和布隆迪总统 乘坐的飞机被击落 两位总统同时罹难 有传言说 这是胡图族极端分子 蓄意嫁祸于图西族 从而导致的灾难 这起大屠杀事件 一共造成了 约80万人死亡 1994年 以来为消除大屠杀 带来的民族隔阂 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国家政府废除种族之分 统一将国民成为卢旺达人 可以告诉我 您可以告诉我 如何重要的 这个记忆是 这个记忆是 这些记忆的 这些记忆是 非常重要 因为 那些年轻人 都来到了 他们没有想到 什么事 所以 我们继续记得 什么事 在国家 所以 我们有 新的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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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背后 有一个 车 所以我们永远来 我们会有一个 静静 我们会记得 我们正在建设 我们的民族 死亡 来到基加利的 种族灭绝 纪念馆 其实 进去的时候 心情就很沉重 因为 是有画面 当时发生了 一些什么事情 但是 我觉得 听完讲究 我还蛮激动的 我激动的是 他们如何 在大屠杀之后 复兴他们的国家 而且 他们怎么可以 让种族 又开始和谐了 教育 非常坏 垃圾 所以 现在我们就决定 努力 努力 建立我们的国家 而我们 一人 人 我不知道是透过 信仰也好 还是因为时间 的洗礼也好 他们最终放下 我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的伟大 而且 我觉得 纪念馆的存在 非常的重要 因为要提醒 卢旺达人民 以前发生过 这种事情 所以绝对 不要再让 类似的情形 再发生 二十多年后 浴火重生的卢旺达 已经成为非洲大陆 乃至世界上最安全 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首都基加利 也迅速成为卢旺达的政治 经济 文化和交通枢纽 在迅速发展的同时 卢旺达仍然保留着 他的传统痕迹 在卢旺达生活 听说他们一天的开始 就要来到这个店 这间店 没有招牌 到底里面卖什么东西 我们进去看一下 你们知道什么店 嗨 我来自新加坡 对 很高兴见你 第一次在日湾 所以这地方是什么 这是酒奶 所以你们应该来 只要来尝试奶 好 牛奶酒吧 对于当地人来说 就像我们熟悉的咖啡店 是将当地人联系在一起 的聚集地 不过联系他们的 不是咖啡 也不是酒 而是牛奶 好 好 社会地位的象征 因此 牛奶也被视为珍贵的物品 随着大屠杀之后 首都基加利逐渐尝试化 当地大部分居民不再拥有 饲养奶牛的空间 因此牛奶巴开始出现 专门供应牛奶 这味道很特别 你喝完之后大概够了两秒 那浓浓的芝士的味道 就全部跑出来了 然后又有一点点牛奶的香气在 蛮特别的 隐藏在基加利西边 一个小城镇的巷子里 Kuruhimbi牛奶巴 是卢旺达仅剩不多的 传统独立牛奶巴 人们喜欢牛奶 我自己喜欢牛奶 我就说 我愿意做牛奶巴 谢谢老板 我在城市最好的牛奶 谢谢 刚刚喝完牛奶 本来想说走去它的市场 不过有点远 我想要搭这边的交通工具过去 看看这边有什么 特别的交通工具可以到它们的市场 在干净整洁的基加利公路上 摩托车德式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 每天估计有两到三万辆红色摩托车 穿梭在马路上 好 太好了 你好 我需要去Kirimonko Kimironko市场 好 好 准备去 来到了基加利 为了更贴近卢旺导人的生活 进而决定乘搭摩托车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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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很大 他听不到我讲什么 而且可能英文也不是很清楚 和司机大哥语言不通的静伦 是否能够顺利地抵达目的地呢 静伦的基加利旅程即将继续 更刺激的体验还在透透 我老婆人玩的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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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观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 虽然令人心情沉重 但为了更了解卢旺达 是如何走出这个悲痛的历史 并且重建家园 静伦首先拜访了纪念馆 我可以给他们赴尊重吗 一直单手抓住 是还蛮稳的 他这边这个角有得踩 对 只要没有下雨的话 可以 一路走就可以看风景 离开了纪念馆 静伦骑上了卢旺达人 日常的交通工具摩托车 前往他的下一站 我们在近市场吗 在左边 好 快到了 2千元 2块钱 谢谢 谢谢 有个好日子 位于基加利东北边的鸡米龙科市场 是基加利最大 最繁忙 和历史最悠久的农贸市场 这里有上百个摊主售卖着服装 手工艺品 水果和蔬菜等商品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我在这里约了一个朋友 就是 嗨 安德鲁 嗨 您好 嗨 您好 嗨 您好 您好 热菜 你这边都做到这边 他们做到这边 对 如果有一件物品 必须从鸡米龙科市场 带回家的话 那就是定制服装 只要从琳琅满目的面料中 挑选喜欢的图腾 摊主就能在约一个小时内 做出一件时尚单品 好 我决定了 我要做一套传统的罗旺达服装 我叫他来帮我选一下 这一款是Rwanda最流行的颜色 这一款是传统的 这一款是传统的 这边有很多选择 这一款是像我一样的传统的男孩 这一款也不是那样 这一款是皮革 皮革,是 好,我会拿这一款 一、二、三 为什么会选这块布来当我的衣服 你看,你记不记得 中国的朝廷命官都是有羽毛的 所以我也是个当官 所以我要穿有羽毛的衣服 好,25千元 好 恭喜,朋友 好 现在你会有羽毛的衣服 好 所以现在我现在是一个民党吗 不,不,不,不 好 你以后穿衣服,你会做得很好 好 所以我会再回到后 好 谢谢,Christian 谢谢 在等待定制衣服的当儿 进轮跟随导游Andrew 逛了一圈基米龙科市场 我觉得那个市场 其实就像二十几年前的 新加坡的市场有点像 就是旁边是卖衣服的 然后中间卖蔬菜 然后它就有分区域 然后也一样的炒杂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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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好 我们都吃了 你会教我你的中文语 怎么说 多少钱 好 南加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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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 一千 一千 France 意味着一斤 我觉得特别的地方是他们 在市场里面有很多个 穿着黄色的背心 然后还有编号在后面 好 我有一个问题 对 谁是那些人的黄色 黄色的 这些是 这是合作的 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 当你来到商店 他能够帮很多东西 这些人可以帮你帮你帮的东西 因为这些数字 它们都没有认识 所以他们不能把东西走 这是用池塞 这是用池塞 这些可以保住我们 啦 它们这个国家也很拥有 衍生出了一个特殊的职业 是我之前去过的国家从来没有看过 鸡米农科市场和其他非洲传统市场 所售卖的商品大同小异 但不同的是 商贩们只提供纸袋 和可重复使用的手提袋 一转眼就是一个小时 静伦的定制衣服也准备好了 看起来很漂亮 威风凛凛 好 试试 如果有问题还可以叫他马上再修改 好 太好了 太漂亮了 太高兴了 谢谢 谢谢 我可以带回新加坡 并给我的相伯 位于城市的西边 在海拔1800米之上的基加利山 和卢旺达首都的名字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相传在14世纪 当时的国王西里马鲁格威 在征服该地区后 站在一座山丘上俯瞰领地 说了一句 这国家很宽阔 而这座山丘就是今天的基加利山 之后 这座城市也以它命名 我问Andrew 他们平常在基加利会去哪里玩 于是他带我来到这里 Mauki Gali 听说这里有很多游乐设施 我们已经买好票了 Let's go 基加利山不仅是欣赏 这座城市美景的最佳地点 它还是提供休闲活动的好去处 从骑马和绘画到蹦极和滑索 不管游客喜欢田径或刺激的活动 这里都能投其所好 好的 我现在就要体验这个四轮摩托车 非常的刺激 天色快要暗 而且我要跟Andrew比赛 输的人会有一个很惨重的代价 必须要请对方喝饮料而已 好了 我们要准备要出发了 You ready? Yeah, ready Okay, let's go Let's go 平手了 没有谁输谁 有一万岁 天色渐暗 进轮的基加利一日游 也要告一段落了 重头戏走在后头 他正准备迎接他最期待的活动 滑索 现在有点紧张 我不知道 因为现在天色很暗 不知道滑到哪里去 我拉后 站在这里 平手 不摸 蛮烤人玩的 你连开 滑销 对 听说这个划锁三个阶段 有两个地方 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比较好 原来一张票可以玩两次 我又再玩一次吗 刺激刺激 这是最终的线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刚才划了一半的时候 可能因为是单手抓住绳索 结果我整个倒过来 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划到哪里去 这样子 不过这样子更刺激 我不知道终点在哪儿 然后到了时候 我整个就是很害怕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划 你看我现在已经下雨了轮次了 不过下次如果你们有机会 来到卢旺达的话 一定要来到猫嘎嘎嘞 来试试这个划锁 好 好 好 享受大自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当然是得在森林的棺层之上行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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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好 出发 来首都后的第一站 就是非洲最古老的原始森林之一 纽格威森林 离开了首都吉加利 搭了五六个小时的车 一直上山来到这边 变得超级冷 这里是卢旺达西南部 纽格威雨林国家公园 它就位于艾伯丁的列古代山 这里是全非洲最大 而且受到保护的山地雨林公园 在这边我找到了一个导游 David 你好 欢迎你 欢迎你 我已经在这森林 十多年了 所以我像一位一位 尤雅公园的导游 你需要这森林的森林 只需要走路 因为它会帮助你 走路 然后它会随着 所以我会让你知道 你需要走路 走路 一时三分钟 所以今天是好风 现在是好风 但是它是凌晨的森林 可能在几分钟 但是现在 我可以建议你 拿着冰衣服 好 那我们走路 好 走路 好 走吧 纽格威森林 早在1903年 德署东非统治时期 被规划为森林保护区 但当时的政府 却没有一贯的实行保护 直到2004年 纽格威森林 才正式成为国家公园 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同时 卢旺达 也在开放 和促进地区的生态旅游 设有15道远足境的 纽格威国家公园 不管是行山新手 或者经验丰富的远足者 都能在这里 找到适合他们的路线 这是一个 伊吉吉吉吉吉吉 你不知道什么 伊吉吉吉吉吉吉 我正确吗 正确 哪里 伊吉吉吉吉吉吉 是三森 森森 伊吉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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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旺达拥有丰富的动植物 它们主要分布在国家的三大公园保护区内 而纽阁维森林里就住着86种哺乳动物 和300多种鸟类 其中29种是爱伯丁列谷的特有物种 以及多达1068种植物 这种种类植物我们这里 叫做Loberia 这种类植物很简单 它是很简单的用适用来做音乐 哦,OK 材料给乐器 给乐器 这种类植物也很简单 这种类植物是一样的 这种类植物 如果你看到这里 它是白色 所以它看似乎的蜜蜜 这种类植物我们使用 我们把它放在肌肉上 当有病毒 这种类植物会遭到肌肉 什么会发生如果你没有病毒 然后你把它放在肌肉上 什么会发生如果没有病毒 然后你把它放在肌肉上 因为它不会被残酷 那我们试试用 好,我们试试 我们试试 有种香料的味道蛮香的 但是有一点小小黏黏的 不错 香气很好 静伦所在的 Igi Shigi Shigi Drill 是15道远足境中 较为容易的短长路线 而沿路也有这个国家公园 最吸睛的设施 空中吊桥 为了让远足者能够欣赏公园内的山谷 和周围的森林美景 卢旺达发展局在2010年 建设了官层步道 这也使卢旺达成为东非第一个 拥有类似步道的国家 在启动官层步道后的一年内 前来纽格威国家公园的游客 也增加了近五成 你能够找到肌肉 我告诉你 Igi Shigi Shigi 你记得吗 那是哪里 那是森林美景的森 它是很大 是的 非常大 人们说这一年多年里是小鸟 来到卢旺达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想到 卢旺达是一个山很多的地方 高山里面有一个保存的 这么好的一个羽林公园 一路到了就是那个天空步道 真的是很漂亮 但本身有一点居高症的 老实说有一点小害怕 因为我往下看的时候真的是一览无遗 你还好吗 爸爸 现在我还好吗 你还好吗 因为你正在前面 当然你会没事 别担心 你会没事 别看着 然后在吊桥上就是 看着那个美妙的风景的时候 我却忘记其实我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然后我们还有 我不知道导游的眼睛是不是老鹰眼 它可以看到猴子 我顶多只看到猴子已经跳跃 完之后的那个树枝的抖动而已 看那个猴子 为什么是那个猴子 我没有亲眼看到猴子 但是我觉得那边的环境 景象是有点像天堂这样子 跟着我们的步伐 一起走一趟 激进之旅 进轮的纽阁威国家公园之旅 还没结束 在森林的两公里之外 是卢旺达最美丽的茶园 到底是怎么攻错 都没有看到路的 很难 这进去都很难 这个很难 很难以自然景观文明的卢旺达 拥有上千年历史 但依旧保留完好的原始森林 那是三个森林 这就是很多年以后的猴子 像是一年猴子 近轮走进纽阁威国家公园 在森林的棺层之上 感受大自然的洗礼 看那个猴子 那是猴子 在那里 它会跳 刚刚我们传说在这大雨里 现在我们是爷爷泡着茶 有种滋味叫做家 没有错 卢旺达的特产之一就是茶 看我身后的茶园 多么的广阔 到底有多大呢 跟我来看一看 卢旺达种植茶叶的历史并不长 但是肥沃的火山土壤 和温和多余的温带气候 造就了完美的茶叶生长条件 因此它们所生产的茶叶品质优良 这个茶园真的很大 我走了一下下 我还在 还不到一半而已 这边有个朋友 好 我的好 你很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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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欢迎来到茶叶 茶叶 我妈妈和爸爸 他们是茶叶 thanks to them 我去学校 然后我认为 我可以做到 去提供的茶叶 所以我开始了 一个社区的社区 叫 Gizakura Tour Company 所以我开始 带来人们 在社区的社区 四国清佩 您知道这个茶的栈栋 正因为我并不是在这里 我常常来祈祖 祈祖 好 吉萨库拉茶园 坐落在纽阁威国家公园的西面 茶园面积为17平方公里 成立于1957年 它是卢旺达最有名 和历史最悠久的茶园之一 农业是卢旺达国民经济的主要命脉 而茶叶是主要的出口农产品之一 卢旺达拥有约六万户人家以茶叶为生 其中吉萨库拉茶园就有八百多名茶农 采摘茶叶看起来不复杂吧 在茶园导游欧贝的讲解之后 靖伦准备尝试跟着当地茶农 一起采摘茶叶 这些地方还没有盖上 她会帮你去到达好生存 好 谢谢 我会帮你 这边 这边 蛮重的 这边是保护 如果你在茶叶库上 它会帮你滑 好 让我缺乏力 对 我要穿这个 难怪 还好 刚刚说短裤 一直刺到我的脚 现在穿这个都没问题了 谢谢 不过 信伦在开始采摘之前 就好像遇到了困难 到底是什么工作 我没有看到路的 很难 进去都很难 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茶园 那也是我见过道路最窄的茶园 因为一般来说 我看到茶园都是比较有规划的 就是中间都会有一条路可以让你走 但这个长得就很像原始的森林一样 这个很难 这一天怎么能迟进去 整天都会迟进去 痛死了 你看 肺炸到了 很不简单 真的是很辛苦 比起茶园十多年的菜茶经验 才来到茶园短短几个小时的静伦 也别太灰心 毕竟熟能生巧 像这个 我需要练习 更多练习 这是上好的茶叶 我刚刚已经弄坏了一株 好 请放在我的笔袋里 谢谢 我拿到了一手 在茶园里 菜茶就像是一场比赛 因为茶农的酬劳 是以重量计算的 很少 卢旺达拥有18家茶叶厂 年产量超过三万吨 多数都出口到国际市场上 只有约3%的茶叶在当地销售 我可以尝试茶吗 我可以尝试你去店里 他们可以尝试你 是 我们可以尝试吗 现在我已经饿了 是 好 走 走 走 刚刚忙了一阵子 然后你看 这样的天气 这样的音乐 还有这样的风景 最适合法上来品尝一下 他们这边当地的茶了 我们要尝试黄茶 黄茶 红茶 虽然也生产白茶和绿茶 但卢旺达主要生产的 还是红茶 所以你会尝试到其他国家吗 对 在 Kenya 只在 Kenya 只在 Kenya 我们尝试茶到兽试 哦 OK 所以那些人来买茶 他们来到兽试 他们煮茶 他们喝 然后你感觉到味道 然后你感觉到味道 比较多钱 哦 OK 现在我来尝试 看看多少钱你能够得 对 对 哇 你看看 这种色彩已经改变了 这种色彩的 它就像威士忌 哇 糟糕了 太浓了 是很香 对 哇 这个很强 对 很强 哇 可能泡太久有点太浓 但是我觉得 浓归浓 它后面还是有回甘 干杯 干杯 耶 其实还没来到卢旺达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特产是茶 然后经过了一些认识之后 发现茶其实也是从欧洲引进过来 但是呢却带来它那个地区的一个经济的来源 这样子 我觉得那些彩岔工人啊 我看着他们工作的时候 我心里是觉得 我很少看到做苦工的工人可以笑得如此的灿烂跟自然 对啊 我发现他们是打从内心的欣赏这个工作的 我喜欢这个工作 喝过了茶 进轮下一站是毗邻纽阁卫国家公园的沙仁湖 哇 抓到很多啊 我的晚餐又着落了 坐上拉风的吉普车在平原上畅游 寻找非洲舞霸 停 有些事情在哪里 我看到了 站很远 还有来到卢旺达最不能错过的追星之旅 他进去看到了 我们的大明星就在里面了 看 看 这一块 我还不是给卢旺吗 我就会说 我还不是给卢旺达最好 还不是人呢 我自己在里面的 axle 就能给卢旺达最好 跟卢旺达最好